有一次啊就是 其實那個時候 我去借了一個單子 那這個單啊 它算是 它是一個禮物 那要我送給他的那個 朋友 他說因為他就是 他希望很快可以送他朋友手上 然後可以給他朋友這樣一個驚喜 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那個客戶他收到的時候 那很開心 然後一打開 哇 是一盒 就是很棒的一個巧克力 然後那個時候他打開的時候 然後就拿了一個 給我說 欸 情人節快樂 祝你情人節快樂 那辛苦了就是 跟我一起分享 你知道就是 我當然知道 喔 原來那天是情人節 而且你知道就是 當他跟你分享時候的那一種喜悅 你就覺得說 那一瞬間 我們不再只是 快遞跟客人的一個關係 然後你就跟你說 好像是朋友之間的那種感覺 很棒的感覺 最大的困擾 我覺得應該是空氣吧 因為我想應該很多 騎機車的機車服 都有這樣的感覺 對 你知道尖峰時段 當你尖峰時段 然後像我常常 哇 基隆路那個路又小 路又小 路又小然後那個公公車又 在你的前面你也超不過去 你就這樣子 蚊子他都廢氣 他踩油門就是後面 哇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每天這樣 我們時間又比較長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那是最痛苦的事情 一般的這一種 我們常常戴口袋 大概是這樣的造型 比較多 對 那通常其實戴起來 我們通常比較常會遇到的問題 大概就是 第一個是因為它這個繩子的部分 比較細 所以其實我戴久之後 像我耳朵這後面 我不知道其他人會不會 但是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戴久之後 我耳朵後面會蠻痛的 可能因為長時間的佩戴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因為 它這裡面其實它設計是有 一個一個的摺痕 它摺痕在中間會拉開 可是在旁邊這邊的摺痕會在 然後久了之後你會覺得 臉這邊很癢 可能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那就會覺得很癢 戴久會覺得蠻癢的 透氣度的話 因為我剛其實是戴了那種去棋 那有去試 那你 因為上面它可能不是那種密合 所以還是會聞得到那個 一些廢氣 這個造型比較特別一點 對我剛一開始看的時候 它這旁邊 袋子也比較不一樣 那我那時候戴上來 它比較緊一點 我就想說 那它這樣子如果說 因為我臉比較小 如果臉比較大的人怎麼戴得下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它這個旁邊 它是有彈性的 對它是一個有伸縮彈性的 那戴起來 我那時候戴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彈性到還蠻舒服的 因為它這個是 戴紙的設計 它並沒有做 就像這種很細的 戴久之後耳朵會痛 這口罩怎麼會 這麼久了十幾年來 口罩都是用這種材質 怎麼從來沒有人會想到說 哇 這材質很特別 我剛剛一直在研究這個材質 是到底什麼材質 好厲害 好像沒有我的材質 我剛剛一直在研究這材質 還蠻好玩的 超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